中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19年6月25日星期二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播送的亚太报道节目 我是寇天丽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709案律师王全璋 遭当局积压四年后 有望首次与家属见面 国际零售巨头加勒福宣布 抛售80%在华经营股权 五家中国科技企业 被美国列入实体禁售名单后 中国制造的5G设备 又将面临新的限制 香港反送中抗疫示威 周一延伸多种不合作运动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 七成民众力挺香港反送中 总统蔡英文的支持率攀升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中国709案西渔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周一接获监狱通知 允许本周五探监 这将是王全璋遭当局积压长达四年以来 首次有望与家人毁灭 另外 人权律师江天勇出狱后 健康状况出现恶化 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采访报道 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律师王全璋 目前在山东林仪监狱服刑 御方一直以监狱会见室升级改造为由 拒绝家属的会面要求 他的妻子李文足 带同儿子和709大搜捕一批受害人家属 星期一早上抵达林仪监狱 在墙外高喊王全璋的名字 王全璋 在场有身份不明人士涉图阻止 有人无故在他们身旁扫地 现场又突然有洒水车 不停洒水 双方发生争执 经过一番扰扰 李文足获准进入监狱 他其后透露 预方答应让他本星期内会见王全璋 28号可以会见 具体时间让我在等通知 说这个会见的具体时间 是在前两三天通知家属 王全璋在2015年709大抓捕中被捕 今年1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 以审背叛有期徒刑4年半 外界相信 预方拒绝让王全璋和家属见面 可能与他的健康有关 另一卷入709事件的律师江天勇 身体状况同样备受关注 他今年2月出狱后 被当局强制返回河南罗山县父母家中 据了解 江天勇在服刑期间 每天被强制服用多种药物 出狱出起 出现记忆力衰退等不寻常症状 他身在美国的妻子金便玲表示 经过疗养 江天勇身心各方面大有好转 但本月开始 脚腿和双脚出现严重水肿 双脚浮肿 手背也有一点浮肿 不能正常地去坐立 只能左右斜着坐 大腿就是撑着这个椅子 这样撑着就是把屁股翘起来 这样去坐立 过去几个月 江天勇一举一动 持续受到监控 他星期一在父亲陪同下 原本打算到新娘室看病 可是一出门 就被大批便衣国宝阻挠 他拦出租车的时候 一下有二十多个人 一同他给围住了 然后那些国宝队江天勇说 不允许江天勇去医院看病 去医院必须经过他们领导批示 说让江天勇可以在当地的这个涉港的村医院去看 必须坐他们的车 江天勇拒绝 外界分析 江天勇的症状可能是药物出现副作用 使肝肾功能以及身体免疫系统遭影响导致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原所长陈炳中认为 江天勇的情况使人忧虑 江天勇曾代理陈光成和高智盛等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案件 709大抓捕后 他由于帮助涉案律师家属而被捕 2017年被当局裁定善颠罪成 判刑两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近来震惊中国舆论的湖南操场埋尸案取得新突破 DNA鉴定结果确认 新荒疫中操场挖出的遗骸 为16年前失踪的该校职工邓世平 而这桩遗案竟揭示出 哪些中国法治与地方黑恶势力的现实状况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 华盛顿报道 湖南省新荒疫中负责基建工程质量监督的邓世平 于2003年1月22日突然失踪 案件16年未得到破获 据中国媒体报道 今年4月新荒公安局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嫌犯杜绍平等人 杜绍平随后承认 他于2003年1月将邓某杀害 并将其尸体埋在新荒疫中草场内 公安局随后进行的DNA鉴定结果确认 新荒疫中草场上挖出的尸体属于邓世平 那么邓世平是为什么遭到如此厄运的呢 新华社援引邓世平女儿的陈述说 邓世平在2003年失踪前一直负责 新荒疫中的基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由于工程质量不合格 邓世平拒绝在验收单上签字 并还曾因工程质量问题与杜绍平闹过矛盾 邓世平的女儿认为她父亲因汉为工程质量而遭黑恶势力的暗算 报道说公安部门的初步有关调查也发现 新荒疫中草场工程确实存在招标不规范 预算超标等问题 邓世平于2003年1月失踪后 她妻子谭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新荒动足自治县淮化市公安机关都先后介入调查 但在邓世平的亲属们看来 这些调查工作都是不了了之 曾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教 目前在美国从事律师工作的高光俊就此分析说 新华网的报道也承认 这桩草场埋尸冷案 长达16年得不到破获 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杜绍平和当时担任新谎医中校长的黄炳松 有多名亲属和朋友在当地多个党政部门任职 因此存在关系网甚至保护伞的嫌疑 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指出 在中国由于法治不健全 官员和他们的亲属利用官位逃避司法的事情并不罕见 这种事情在中国不是新鲜事 举报人或者是维权的人是想做正确的事情的人 他们被打击报复甚至被谋杀都发生过很多 那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作案者犯罪人他们往往是有背后的保护伞 然后有关系网 另外也会涉及到警察的腐败和检察院法院的腐败 所以这样的案件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破案 或者是公安故意不破案 也有的是公检法联合起来 比如说把谋杀说成是自杀或者是意外 那这案子就没了 这种事情也是中国腐败体制司法不独立的集中呈现 那么如果不是这场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 这起案件还要尘封多久 关系网和保护伞对执法部门如何处理不同案件有何影响 记者采访的两位法律专家都指出 在中国由于司法不独立 再加上公安部门和司法机构的腐败 关系网和保护伞可以用各种方式 保护官员和其亲属逃脱法律制裁 甚至把凶杀变成自杀或意外事件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华盛顿报道 国际零售商业巨头加勒福日前宣布 将其在华八成业务以4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中国零售商苏宁易购 交易预计年底完成 此举意味着这家欧洲最大零售商正在撤离中国市场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采访报道 法国零售巨头加勒福本周日宣布 已经同意向苏宁易购出售其在中国业务的80%股份 这一决策是加勒福退出中国市场卖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苏宁易购是一家在700多个城市拥有8881家商店的中国零售商 以此同时 苏宁易购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宁国际收购加勒福中国的80%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 苏宁易购将成为加勒福中国控股股东 加勒福集团持股比例降至20% 加勒福在声明中说 这项交易预计在年底前完成 加勒福以苏宁易购达成的协议也给加勒福出售其中国业务 剩下20%股份提供了几个流动窗口 据加勒福官网介绍 加勒福集团成立于1959年 是大型综合超市概念的创始者 欧洲主要的国际零售连锁集团之一业务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运营近1万家零售商店 加勒福于1995年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是最早一批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的外资零售企业 中国艺人士王爱中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加勒福超市撤出中国 除了盈利下滑 还有其他政治因素 他说 这些年包括这个麦当劳啊 现在的这个加勒福啊 外资企业啊 大规模的撤出中国 原因众多 但是呢 主要的可以归为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中国这个经济的整体机构的调整 就是以国家为主导的这种经济的加强 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的进一步加强 它挤压了不仅是中国本土市营企业的这个生存空间 也挤压了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空间 据公开数字显示 加勒福在中国市场运营的210家大型超市和24家便利商店 分布于22个省份及51个城市 去年在中国业务的销售额为36亿欧元 较2017年下滑近10% 汇丰银行的分析师曾在今年2月份称 中国对加勒福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市场 王爱中说 中国政府要求企业成立中共党支部建立由党员控制的工会 这些政治因素也会给外国投资者造成心理压力 比如中国政府要求在这个市营企业跟这个外资企业里面 这个比如设立工会啊 甚至设立党组织啊 都给外资企业的这个经营的独立性都造成了一些这个危险 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放慢 甚至这个逐渐走向衰退 那么对零售业也好 生产企业也好 都会造成这个前景的不乐观 这种担忧导致这些年这个外资企业这个大局撤出中国的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中国民间对加勒福撤出中国感到惋惜 网民《深圳木子》留言写道 加勒福曾经为中国带来全新的零售体验 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员 另有评论说 法国加勒福 韩国乐天超市都是政治的炮灰 将来提供安全食品的超市越来越少 中国学者何江斌对本台表示 外资超市在中国已有数十年历史 但最近时常受到所谓爱国主义的抵制 2008年奥勇会前夕抵制那个加勒福 后来有那个萨德的时候抵制韩国的乐天 乐天已经撤出了 其实他们东西又便宜又有质量保障 抵制完了以后 买超标的超能耀的低质的物品的时候 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它这种抵制是一种民粹自我伤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各位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民主沙龙热线开通的时间 将从7月15号开始 改为北京时间 每星期一晚上10点到11点半之间 欢迎您届时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 400-120-0784 400-120-0785 以及我们的Skype账号 0岳阳01 介绍您的生活 倾诉您的想法 美中两国贸易对峙的僵持局面令人关注 虽然美国多次强调 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相关禁令 是出于其违规或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与两国贸易战无关 但最新五家中国科技企业 再次被美方列入实体禁售清单的举动 又会对即将开始的特席会造成哪些压力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采访报道 上周六凌晨 美国多家媒体曝光了一份 美国商务部于18日颁布的官方文件 中国芯片制造商海光 成都海光集成电路 成都海光微电子科技 超级计算机开发者 中科曙光 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等五家专注芯片研究开发的 中国科技企业和机构 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名单 美国企业和机构 被禁止向上述被点名的 中国企业和机构 出售产品和转让技术 据中国媒体报道 美国这次打击的目的 重点是瞄准中国两个方面 第一是超级计算机 第二是应用芯片 其中中科曙光和无锡江南技术研究所 专注于高性能计算机研究 而地数解放军总参谋部第56研究所的 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发的 神威系列大型MPP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神威系列集群计算机系统 中国金融学者何江斌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美国制裁五街央企扩大了贸易战的范围 如果说制裁中国华为 只是硬件层面 制裁中科曙光和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则是在核心技术领域遏制中国 他说 中国官方已经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本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 预计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舆论认为美方在美中两国元首会面之前扩大制裁中国企业 是加大对华施压 何江斌认为即使未来美中两国达成经贸协议 美方也不会撤销对华的制裁 北京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对本台表示 中美两国的最后一轮谈判破裂 表明中国领导人最终不愿放弃所谓的底线 即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 有些东西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第一 是不可突破的 对吧 比如说你说对国营企业的补贴 我可以减少但是不可能说完全没有 对吧 因为中国政府支柱之一就是国营企业 你把中国营企业都完全就和民营企业一样推向国际市场 那这个中国政府肯定不会干 什么知识产权的保护呢 这个作为一个原则 当然中国政府也愿意 但是能不能让美国满意 另外6月17日至22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 批评极个别的一些恐美宠美错误论调 试图混淆视听 带篇舆论焦点对整中共党内的所谓投降派 其中写道 有人拿着韬光养晦的幌子要求中国忍气吞声 把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中国没有保持韬光养晦属于战略失误 这是何其荒唐 另一篇文章称 现在要由衷地说一声 厉害了我的国 文章谴责 在美国面前 中国怎么可能厉害 中国怎么可以厉害的心态 更明确地说厉害了我的国 没错 语伦认为官媒的评论 无疑是为习近平的对美政策保驾护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特朗普政府正考虑要求在美国国内使用的5G设备 必须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设计和加工 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产业链以及美中关系 这是否会是特席会前的又一大悬念呢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加奥的报道 上个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外国电信公司产品 并启动了对美国电信供应链长达150天的评估 随后 美国商务部将中国通信巨头华为 及其数十家子公司列入了实体名单 这些公司将不能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购买美国企业的零部件 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政府正考虑要求美国使用的5G设备 必须在中国境外设计和制造 目前 围绕这项提议的讨论仍处于雏形阶段 作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在5G技术研发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位华为高管在今年3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 华为投入5G已有10年多 在这个领域中至少领先同行一年 并已累计获得超过2500件专利授权 他强调 华为是全球最大的5G厂商 其实这家被国内舆议誉为中国骄傲的企业 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强烈质疑 近年来 华盛顿多次警告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华为会对他们的通信网络造成重大威胁 因为这家与中国政府和军队关系密切的行业巨头 可能会在这些国家搭建5G网络的过程中 使用其设备窃取他们的情报 华为则表示 他们的设备并不存在任何可供网络间谍活动的后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一些人对中方产品的忧虑已经到了变态地步 针对美方的个别人我要说的是 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自我制造的恐慌当中 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结冰的变态的状态 美国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 乔治成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 韦德宁曾在几个月前公开表示 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正利用通信设备实施网络间谍行动 他周一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通信企业 实行的制裁有些过激 我不认为美国政府有必要禁用那些与国家安全无关的中国制造产品 这将会超出保障国家安全的范畴 我并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会需要这样做 韦德宁强调 这项议题还在早期商讨阶段 并未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但他坦言 他并不希望特朗普政府禁止在国内市场使用中国制造的5G设备 他指出 仅靠制裁中企并不能增强美国竞争力 美国更需要做的是发展自身产业实力 尽管美国近年来主导了通信技术研发 却没有任何本地大型通信设备厂商 为了满足业务需要 美国电信运营商长期向欧洲诺基亚和爱立信等电信设备厂商购入设备 而这些厂商在中国设有规模可观的工厂 这意味着 如果美国政府在国内市场禁用中国制造的5G电信设备 这些设备制造商将需要进一步转移他们的生产线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通信设备专家李文诚表示 美国近期针对中国通信厂商做出的制裁是未予筹谋 而非亡羊补牢 我觉得这完全是从战略上考虑的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 如果把5G都交给华为 有很大的未知数 并不是说现在已经找到了什么 长远来看 美国政府的这项计划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通信领域产业链 但近在眼前的是 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 在20国集团大阪峰会上进行会晤 舆论猜测 在美中贸易战日益胶着的复杂形势下 他们很可能会谈到美方对华为采取的行动 自于亚洲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报道 瑞典法院释放了一名在逃的中国通缉犯 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对中国全球追捕腐败官员行动的打击 请听本台实习记者曲一哥的报道 瑞典法院周二在一场引渡停证会后做出决定 释放了一名被中国通缉的再逃官员 被释放的再逃官员名叫乔建军 原湖南省钟楚良的一名领导 2011年出逃 一年前在中国方面的要求下被瑞典警方逮捕 北京方面指控他涉嫌侵占了数百万美元的公款 据南华早报报道 乔建军的律师亨里克·李佳称 瑞典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初步决定 不引渡乔建军 这一决定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表明瑞典法院不信任中国司法系统 将不会批准中国政府的任何引渡请求 李佳还表示 最近香港大规模的反送中抗议游行对瑞典社会也产生了影响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和瑞典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中国对乔建军回国受审的要求是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的 如果批准 这将是中国在这一公约下的首次成功引渡 清华大学前政治学教师吴强认为 在孟宏伟受审和香港大规模抗议运动的背景下 瑞典的这一举动可能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抵制和不信任 孟宏伟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前主席 上周四在天津受审 当庭认罪 承认受贿1400万人民币这一犯罪事实 中国方面声称过去三年在全球范围内追捕贪污嫌疑人取得了坚实的进步 自2015年以来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上列出的100个嫌疑人中 已有58人被这一行动缉拿归案 乔建军就位列中国最想捉拿归案的贪官名单上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北京方面已经持续于包括美国、欧洲和亚洲的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有关部门合作 企图痛结乔建军的海外账户 就在法院决定不引渡乔建军的前一天 瑞典政府也发布了对中国民主、人权和法治状况的评估 对中国司法公正提出了强烈质疑 自由亚洲电台实习记者曲一哥 华盛顿综合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势 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仍在持续 并引发多种形式的公民不合作运动 而与此同时 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港府官员 在民间的支持声望也再创新低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吕希采访报道 港府至今没有完全撤回逃犯引渡条例修订 也没有撤回612大规模警民冲突的暴动电信 加上民间追究警方滥权行为的呼声仍然没有获得回应 反送中的抗争活动在香港持续进行 即上个星期五 由示威者发起和平不合作运动以后 周一再由示威者响应网上接下班的行动 以流水占领的方式包围政府部门 周一下午以后 几百名示威者先到弯在税务大楼抗议 高呼反送中撤回条例等的口号 他们同时堵塞大楼的出入口 期间有市民不满示威者的做法 责任同示威者的诉求 但批评他们扰乱秩序影响民生 在税务大楼上班的张小姐指 连续两个上班日被示威者围堵 让本来支持示威者理念的人都变得不支持 原先我们都很支持他们的人都觉得他们扰民 变相有反效果 你这样会令很多人反感 示威者崔先生就指 明白不合作运动会为市民带来不便 希望市民理解 他们的原意是希望政府真正回应民间的四大诉求 我作为一个普通参与的市民 我作为一个普通参与的市民 我最希望达到的是希望堵塞一些政府部门的运作 去继续延续民间的四个诉求 我们要求政府有明确回应 而非现在的冷处理和磨能两可的答复 这个不合作运动原意都是要阻碍政府部门运作 一定会扰民 我们就是不断解释 说不好意思和尽量解释 在不合作运动里 虽然会阻碍大家日常生活的方便 或者为上班带来不便 但我们都会继续延续下去 还有我们都要多做一些社区教育的工作 跟市民讲 其实这场运动的原意是什么 民间的四大诉求包括彻底撤回修例 收回暴动定性 撤销对所有抗争者的控罪 彻底追究警察滥权情况 但港府至今没有正面回应 示威者之后在转往附近的入境事务大楼 并缤纷堕路地进行示威行动 他们之后在转往立法会外面的示威区 但示威者强调 不合作运动的原则是不影响法院 医院 消防 以及救援的运作 香港政府发言人回应 指政府尊重市民游行集会的权利 但关注到示威者再次影响公共服务 呼吁示威人士表达意见的时候要和平理性 民间持续一个月的反送中情绪 要让整个特区政府的管制团队名望集谍 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确信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对特首林郑月娥整体表现的评分为37.5分 比5月大幅下跌10.6分 而主推修例的政务市市长张建中以及律政市市长张若华 评分度下跌分别8分以及6.9分 这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度 调查显示只有22.1%的受访市民表示信任 而表示信任北京中央政府的就只有17.4% 对港府以及北京政府失去信心 香港民间用尽各种方法争取国际关注 民间人权阵线号召市民在周三晚上集会 以及在G20峰会以前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 而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 会在G20峰会期间向习近平提出香港问题 但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周一就在北京表示 在G20峰会期间不会讨论香港问题 中方也不容许讨论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G20不会讨论香港问题 我们也不会允许G20讨论香港问题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存属于中国事务 无论是在任何场合 用任何形式 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国家 任何个人干涉中国的内政 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就表示 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安排是要按照世贸组织协议管理 不是单方面可以改变 G20记者旅希香港报道 国际社会也密切关注着香港 联合国人权高专 星期一敦促香港政府在修订逃犯条例前 广泛征求民意 美国学者认为 待香港局势和引发的关注降温后 北京会继续推行既定的政策 试图把香港尽快 完全置于共产党的掌控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 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6月24日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 当天对香港政府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 表示赞赏 他敦促港府在通过或修改逃犯条例 或者其他任何法案之前 应广泛征求民意 巴切莱特还说 他会继续向中国提出新疆和其他议题 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不受限制的访问 中国的西部地区 过去两个星期 香港民众举行数次大规模反送中示威游行活动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6月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 但港府迄今为回应抗议人士提出的 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收回对612游行的暴动定性 撤销对被捕者的所有指控 追究警察滥用暴力等要求 关注香港局势的美国波士顿 港澳支友社联合发起人谢忠之 6月24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对于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香港和北京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呢?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 政治学教授布拉德利塞耶 6月24日向本台记者分析说 北京可能会采取拖延战术 待香港局势和引发的关注降温后 北京会继续推行既定的政策 试图把香港尽快完全治愈共产党的掌控下 布拉德利塞耶说 香港政府会退后一步 让民众激情降温 然后重新再试 可能港府重新推动的法案 不像现在的逃犯条例那么明显 但是会在未来通过间接的方式 试图达到北京的目的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6月23日 摊登了布拉德利塞耶 和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联潮合著的文章 指出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已开始悄然改变香港的地位 并为香港设置了红线 他绝对不会允许危害中国主权安全 挑战中共当局或利用香港渗透大陆的活动 文章认为 北京现在认为香港民主运动是一种安全威胁 会采取行动打压港人的民主运动 而大陆政府践踏香港权力的行为 则提醒台湾 习近平今天通过一个顺从的香港政府 所做的事情 明天也可能在台湾重演 文章还指出 中国经常侵犯本国公民的人权 现在正在侵犯香港人权 然而在国际社会中 中国为侵犯人权行为付出的代价很小 人权组织 联合国 全球各国和媒体 应开展大规模持续的运动 让中国政府感到压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 华盛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台湾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七成的台湾人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 这也顺势提升了对总统蔡英文的支持 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24日公布新形势下的 2020台湾总统大选最新民调指出 七成一的民众支持香港这场反政府运动 其中近五成的民众表达强烈支持 台湾民意基金会解读 支持香港人反送中是台湾人的高度共识 而背后隐含着更强烈质疑和反对一国两制 与这一项数字连动的是 蔡英文总统的最新民调 有近四成八赞同蔡英文的施政 比不赞同多四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蔡英文长期低迷的民意支持度 出现了显著的翻转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银龙解读 反送中运动代表香港可能的 这种自主性的司法和人权的 这种可能的消失或被中国威胁 这种巩固领导中心效应的产生 进而会有利于现任总统 在台湾民意基金会关于统独的最新民调 也出现急剧的变化 将近五成的台湾民众支持台湾独立 两成五民众支持维持现状 主张两岸统一仅13.6% 尤银龙认为 现在是台湾统派人数史上最低的时候 在反送中运动之下反而流失了9.1% 那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流失 那显示了这个运动对统派选民的严重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即将在7月初举行党内出选民调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显示 郭台银以两成九领先朱立伦 韩国瑜落居第三 从郭台银宣布参选以来 不只在台湾就连国际间对郭台银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 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纽约时报日前报道指出 美国逐渐将台湾当作制衡中国的力量 郭台银若当选总统 在美中之间求取平衡将是一大考验 文章称郭台银堪称游走在美中之间的钢索上 郭台银22日受访回应表示 美国有些媒体要逼他选边站 他是一个不会选边的人 他会证明台湾主体性已经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如果台湾发生战争危机 你美军愿不愿意签个协议 72小时来救台湾 我想美国的高层领导都给我回答 他说我救你台湾 我美国的利益在哪里 郭台银反问 美国有哪家500大企业不愿做中国生意 而且台湾对中国每年贸易顺差高达800亿美元 没有理由只选择与美国合作 他还呛 如果蔡英文有能力做得到 让台商全部撤回来 那他考虑不跟他竞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北市和上海同步宣布 2019上海台北双城论坛7月4号将在上海登场 而其中台北市长柯文哲将亲自率团出席的消息 尤为引人关注 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尽管日前有不分党派的多名台北市议员 力劝柯文哲应该考虑香港反送中浪潮 以及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等因素 呼吁台北市政府停办7月的双城论坛 结果柯文哲不止酸说 听说议员报名报满 还表示自己要亲自率团赴上海 柯文哲24号受访表示 台湾人有200万在大陆 陆配有38万在台湾 去年台湾出超850亿的美金到大陆 这种状况下 双方完全没有正式沟通管道 还是奇怪 柯文哲说 柯文哲日前接受台式专访时 重申两岸一家亲与五个互相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回应 我们表示赞赏 当时柯文哲回应 香港闹成这个样子 被他也就是指国台办赞赏 反而实在是尴尬 被问到这次上海行 会否见到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柯文哲说 目前看起来那schedule是没有 你说 但第一个说 他会不会跟你不齐而异 我也想过了你知道 就是我态度这样 你不齐而异 我们也不会说 我看他来赶快躲起来 不会这样 所以就是自然就好 台北市政府表示 这次双城论坛将以 生物科技产业交流 医学科技发展 文化 清创与智慧城市 等四个分论坛 上海市台办发出的新闻稿 则称 两市将签署 有关交流合作备忘录 在台湾 陆委会发言人秋锤正 24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 采访表示 两岸事务乃中央职权 地方首长及政治人物 附入交流 应注意社会观感 必须充分反映 整体台湾主流的民意 审慎应对中共的政治操作 避免沦为统战的宣传工具 秋锤正说 应该注意元月二号 习近平的发言 有关习五条 积极推进统一进程 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企图制造各界 参与所谓民主协商的假象 呼吁陆方和台湾方面互动 不应设任何政治前提 和不当干扰 秉持着对等尊严交流 台湾国际法学会 副秘书长林廷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 柯文哲六月初 接受中平社的专访 谈到两岸定位时说 两岸不是外交关系 不是国际关系 看来国台办算是认为过关了 不过如果柯文哲在上海出榜 涉及到两岸定位的讲话 对他在台湾的支持度 可能扣分 林廷辉说 在上海你绝对他 应该没有办法像 赖清德这样子 过去在上海 直接就把他是台独的 这个概念讲出来 因为他算是比较自食物责吧 可以这么讲 但是就是说在上海 他如果去讲出 北京不愿意听到的话的话 那根本他去也不用去 他去应该是会讲 比较让北京感到满意的话 林廷辉估计 柯文哲在上海 应该会打安全牌 打的是城市交流 避免影响他未来争取大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针对中国向南海部署 针对中国向南海部署 迁食战机 以及辽宁号航母的高调巡航 美国军机也在一周内 两度绕台 星期一 台湾国防部就美中两国的 台海举动作出表态 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另一篇报道 6月18号 美国海军P-8A反潜机 监控中国航母辽宁号绕行台湾 5天之后 一个外国追踪美国军机动态的推特 飞机守望 23日揭露 美国海军一架EP-31侦察机 自日本冲绳加首纳基地起飞之后 从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通过 一度接近恒春半岛12海里处的领空外围 美国军机再度绕台 对此 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 24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国军对我国周边海空域的动态 均能够充分地掌握与及时应处 以维护区域的稳定 与确保国家的安全 这是否为美军机最靠近台湾绕行的一次 史顺文说不做评论 军事评论员 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 陈国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美军都会从日本冲绳加首纳基地 固定起飞所谓的大型侦察机 不管是EP-31或是P-8A 都会定期巡逻 上一周中国的辽宁号舰 穿过岛链之后 还没有回到中国 他跑到南海去做操演 所以美国当然要派遣军机升空跟肩 这是很正常的 陈国明说 美国的军机已经算是插边球 它插着12海里的范围去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麻烦 虽然说它是潜在的盟友 但是我们到底要升空监控 还是要予以驱离 不管怎么样 人家是冲着描述它过去 这个是合理的 美国它也是很故意 它故意你看到吗 这个时候放出消息说 我沿着13海里 没有劝你领空 但是你要不要跟 你要跟的话其实就很麻烦 那不跟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美国人搞不好也可能是潜在的敌人 有台湾媒体以台美友好 为美国一周内二度所谓绕台做注解 陈国明认为想太多了 因为从冲绳到南海 必须得穿越台海 不可能飞越菲律宾领空 台湾也不用过度 乐观看成是台美协防 如果要达到台美协议 必须要做到像美国跟韩国 或是美国跟日本防卫省陆上与海上自卫队定期演习 召开会议 以及把军官定期带去受训 不是像这样路过就叫协防 陈国明说 对台湾来讲 国防靠自己 巴不得中美都不要靠过来 国民党立法委员吕玉林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吕玉林说 是不是在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之后 双边有更多的交流军演 加上台湾政府现在频频对美国示好 要进一步了解这是美国力行性的军演 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动态 中正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宋学文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 未来台湾跟美中的关系 以及两岸的关系升温会加强 宋学文说 美国派遣军舰跟军机 在台湾附近的巡逸动作 未来极可能会变成一个新常态 这种张力有没有可能引发 至于特朗普和习近平就要在日本大阪会面 美中军事较劲是否意在打台湾牌 宋学文认为美军行动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做 此外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4日在网页头条张贴一则 关于中国入侵台湾的报道 引述军事专家伊恩·伊斯顿认为 虽然中国和台湾的武力看似悬殊 但台湾拥有一批专业的军队 精英部队更是经由美国的训练 加上台湾西半部的地形登陆不易 少数适合登陆的海滩也早已部署防御攻势 海岸线也不满防御飞弹将使得入侵行动极具难度 CNN引述伊斯顿的说法 中国如果攻台将面临史上最艰难 最血腥的一场战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会在本周召开的 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京生的评论 题目是日本峰会有什么诡异之处 香港人民的胜利使得全世界人民回味无穷 共产党不像它声称的那么强大 只要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坚持下去 就会看到共产党的真面目 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 如今的中美贸易战也是这种形式 造成这种性格的原因是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 一般人总以为中共是一个整体 媒体更是习惯于这种简单的假设 这对分析人员来说比较方便 有的时候这并不错 特别是他们内部利益达成了一致 需要对外表现出一致的时候 假设他们是一个整体就是正确的 在小事上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在大事上就很难达成一致 即使毛泽东那样有能力的独裁者 也是在文革打倒和制服大多数官员后 才做到了表面上的一致 民主制度通过政治家的充分争论 相互协调和妥协 最终投票达成一致 中国古代的皇帝制 也是通过政治家们充分争论 最终由皇帝做出裁判来达成一致 苏俄的专政则是直接由皇帝做出决定 所以中国人总是不习惯这种独裁的模式 内乱不止 以至于毛泽东要打倒大部分官员 小习就是企图用这种毛泽东的方式 恢复斯大林式的独裁 遗憾的是 这种企图不会得到大部分政治精英的认同 王岐山的下台就是内部矛盾的结果 香港人民的胜利 第一是香港人民的坚实 第二是美国态度的明确 第三也是最后的关键 就是党内不同派系的反对 促成了最终对香港人民的妥协 中美贸易战的日本回合情况有些类似 小习 连俄 连朝鲜 连伊朗 企图与他的个人外交对抗川普 当然也企图利用川普急于达成协议的心理 再次忽悠川普一把 但是小习现在已经是腹背受敌 内乱不止 很难用连俄 连朝 连伊朗这三张小牌击败川普 小习的腹背受敌不仅仅是国际国内的腹背受敌 而且是内部进退两难的腹背受敌 小习也知道连俄 连朝 连伊朗的臭旗不一定管用 所以迟迟不敢和川普见面 他知道见面后不妥协 川普不得不加大税收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否则川普无法向国内两党人民交代 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这顶帽子 只能落在他习近平的头上 届时各种形式的政变都是合理合法 他小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就像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一样 一旦精英阶层和民众达成了一致 你无法反抗 如果见面后回到了曾经反悔的协议 川普可能满意了 中共内部促成反悔的强大势力 必然不会放过小习 已经在舆论上宣演多时的辛丑条约 卖国贼的帽子 也就扎扎实实地落在了小习和他的马仔们的头上 届时各种形式的政变 也就必然是合理合法 民心所向 小习还是没有什么好下场 也许更坏 香港模式的妥协之所以能够勉强过关 是因为国内的人民和精英阶层能够接受 而且香港人民和精英阶层都不会对内地经济政治带来坏结果 所以这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就是好结果 但是贸易战就不同了 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 国内的官僚资产阶级不能接受 已经热祸朝天的卖国贼舆论不能接受 官场政治也就不能接受 而中国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 官场倾向决定一切 所以打倒小习就合理合法了 可能导致经济崩溃的结果 是官民双方都不能接受的结果 而且美国也不会妥协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习近平辞职 换人改弦更张 也许中国能躲过这一劫 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 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意见 不一定代表本台的立场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 带你直击新闻现场 还原历史真相 突解天下大事 分享嘉宾观点 欢迎访问本台网站rfa.org 或在YouTube Facebook Twitter上搜索自由亚洲 谈赞不设限 新闻无尽区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 期待您的参与 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亚太报道节目结束之前 让我们回顾一下 最近刚发生的重大新闻 据中国维权网的消息 中国民主人士爱乌杨虫夫妇 在前往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的途中 受阻于泰国 爱乌杨虫在维权运动受到打压的情况下 于2015年流亡泰国 并于2017年获得联合国难民署批准政治庇护 两人前不久获得加拿大难民庇护资格 并订好机票 计划于6月26日飞往加拿大沃泰华 但日前他们被告知 泰国不批准他们的出境签证 不能离开泰国 现在两人被暂时积压在泰国监狱中 担心被遣返回中国 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于周一发表声明 罢免该协会主席郭贤熙 郭贤熙本人在事前已主动提出辞职 但会员仍然提出罢免动议 并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据本台获知的消息 郭贤熙在近来香港民众的示威游行过程中 多次刻意拍摄游行者的大头照交给警方 当多数记者抗议警方暴力的同时 郭贤熙却拒绝表达抗议立场 周日在泰国结束的东盟第34届峰会上 威利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 表达了明确的批评 杜特尔特在会上说 按照中国的说法 美国可以主张太平洋三分之一是自己的海域 杜特尔特被认为执行亲中路线 但去年以来 杜特尔特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提出了多次批评 听众朋友 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和平安克 导播是华汉 我是寇天利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